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张启臣 6号来到了花联先议会国民党团拜会 寻求大家支持 江启臣表示国民党需要大改革 希望大家支持他 延续改革国民党的理念 来重振国民党为国这事 欢迎先议会国民党团在中午的时候 来迎接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张启臣 同时也呼吁大家全力支持他 让他顺利当选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江主席 来我们花联先议会党团 那我们都知道9月25号国民党 即将就是选这个主席 那在这里预祝 我们江主席能够高票连任 继续打赢 继续带领我们国民党 来打赢2022 也打赢2024 那希望主席团结我们国民党 那确定带领我们国民党 来重返执政 重返荣耀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张启臣表示 去年参选党主席的时候获得大家的支持 上任之后地球改革让他可以说是相当熟人党务的运作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他 让改革之路能够更加有力量 这一年多来 我们22线市议会党团相当的团结 也展现国民党为人民发声 为民众争取的那种战斗力 我要特别谢谢大家 过去没有那么多次 那当然也是主要是因为遇到了这样子一个 蛮横压霸 却又无能的执政党 所以我们不得不如此 我们也必须如此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要特别谢谢大家的 第三点呢 当然也要感谢 可是呢也要拜托 那不是我个人的选举 而是12月18号的投票 12月18号这一个公投 对本党至关重要 不管任何人担任下一任的党主席 第一关要过的就是12月18号的公投 本来是8月28就要投 对不对 这是我们努力超过一年 超过一年的努力才争取来的一次公投的机会 否则2018年公投完 民进党怕就怕死 怎么样 赶快修改公投吧 把公投跟大选脱钩 让你不能够合并 不能合并投票率就下降 那民意就没办法展现 这对执政的人来讲 他等于是逃避人民的监督 所以我在去年8月 我提出第一个公投 叫做还我公投 绑大选 就是要恢复公投并大选 提出来 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 小英总统刚好宣布莱猪进 所以我们9月6号全代会就发起 反莱猪的公投 张军然表示 感谢大家在去年度给他机会 可以担任国民党党主席 虽然一路上遇到不少的困难 可是他是全力以赴 所以觉得非常荣幸 第二个要感谢过去这几个月来 换一线党部全力支持 以及推动党务工作 包括去年在防疫的时候 纾困振兴 之后的萊猪议题 展现了22县市的团结 以及为人民发生的战斗力 主要是因为盲横压榨 却又无能的政府 所以国民党不得不做 也必须要做 第三特别强调 今年12月18号的公投 希望不要因为执政党 运用各种手段 让人民淡忘 让公投的选票 来制衡政府的错误政策 150万份的联署出 是国民党上下团结力量的成果 希望就由公投来表达 人民对民进党政府的不信任 记得请问华士比较